事源立法會議員郭榮鏗被港澳辦、中聯辦、兩辦很高調批評 覺得他拉布拖延了內務委員會選出主席出來 這件事是不對的 涉嫌可能是違反公職人員行為不當的現象 你如何看這種拉布現象 或者兩辦這麼高調批評立法會議員 我不敢說是否第一次但真的很罕見 你覺得這件事對九月的選情 或者對社會民情會有甚麼衝擊呢 當然說到兩辦以一個比較高調的方法來做評論 當中或者背後有甚麼考慮 有甚麼原因我就不會評論 不過我自己有幾點的看法 第一 現在社會上有一些人士認為兩辦是不應該去評論這件事 又會不會影響到一國兩制之類 我自己覺得是不會應該的 因為在這件事上香港是一個高度開放的國際城市 就不要說中國內地或者中國中央政府 或者是它的辦事處或者一些機構 可不可以評論 就算世界各國其實都有很多政治人物評論 反而這些來說 我就會覺得每一個政治人物來說 尤其是如果它不是在香港亦都不是在內地 它是別的國家的 那麼它應該更加要小心 你會不會是這樣的做法 是干預其他國家的內政呢 那至於一個香港的主權國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任何的機關來說 我認為他們是有這樣的權利 就著一些對香港社會各方面有影響的問題 特別是如果是有衝擊到基本法的 他們是有權地作出評論 不過說回來 我亦都在回歸之後 特別是自己參與的一些行政的工作 特別是我在政府的幾年裏面 其實我都很強烈地感覺到 其實內地政府的各個部門 其實都是很小心 很謹慎 去處理一國兩制的問題 所以就算我以前來說 跟當時的衛生部 或者現在的衛生部和委員會 去交往的時候 其實我都留意到他們是很小心 對於我在香港 即是特區政府做官員裏面 我們做的決策 在香港方面實施的一些政策 他們都盡量小心 是盡量不會干預我們的 不過我覺得這次兩辦 它是有它的地位 有它的原因去關注 因為如果你衝擊到香港的一個政治體制 特別是基本法的落實 一國兩制的落實的話 他們應該是發表他們應有的意見 這樣做亦都不會代表干預了香港的內部行政 另外一方面 我亦都覺得立法會裏面有一部分的議員 運用他們的權力去得太盡 因為沒有錯的 做一個議員來講 立法會在香港的功能 很重要就是監察特區政府的施政 而亦都是他們的職位 是令他們的職責所在 他們不是說 特區政府提出的所有法例 或者政策 他一定要去支持 他如果覺得有原因 他可以反對 亦都可以在過程中 盡量質詢 即是問到清清楚楚 亦都讓市民能夠更加清楚 不過那個過程中 我想有兩項要看 第一 你就是看他的效果 如果你看到一件事 譬如說在一個內會 是應該盡快去選出一個主席 或者其他例子都可以拿出來說 如果看到的效果就是 經過一個這麼長的時間 你仍然是毫無寸進的 效果上面就是 你究竟是不是能夠 就是做到你職責所在 這是第一個客觀效果 第二個 在主觀層面 我也都有留意過 部分的議員曾經提出過 在什麼條件之下 我們可能會將所有特區政府 提出的議案和一些政策 全部否決 這個我就覺得 基本上違反了一個議員的職責 因為為什麼議員的職責 當然沒有人要求你 你一定要全部支持 或者是所謂附和 但是你有一個正式的渠道 有一個職責 有一個功能 讓你盡量諮詢 了解質詢 問清楚 然後做你 應該做個決定 但是如果你一早 甚至有些未提出的政策 或者法律 你都已經一早就開宗明義 說明我會全部否決你 我就認為是違反了一個議員的 基本的一個責任 不用再考慮吧 好